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精彩继续 《一箭独尊》第172章 当叶璇睁开眼睛那一刻 他身上气息陡然暴涨 一瞬间便已长到 不弱于李牧散发出来的气息 感受到叶璇身上这股气息 李牧直接呆住了 他眼中满是难以置信 怎么可能 他知道世间有一些神通秘法 可以暂时提高一个人的境界修为 但是这种一下提升到他这种级别的 他前所未见过 童游镜直接到他这个级别 这一下跨越了三个境界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此刻 叶璇真的做到了 这一天 叶璇给他的惊讶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不对 是惊吓 这一次他是真的被吓到了 不远处 叶璇还不着李牧走去 他每走一步 整个大地便会剧烈一颤 与此同时 他周身散发出的气息 也还在节节攀升 越来越强 就像是没有尽头一般 李牧突然宁笑 万发净之上 不可能 我看你装神弄鬼 声音落下 他朝前一步 然后对着叶璇就是一只 一只虫 叶璇面前的空间突然剧烈一颤 下一刻 一只循环的巨子 突然出现在叶璇面前 巨子之中 蕴含的强大力量 瞬间让得叶璇面前的空间 都为之扭曲了起来 这时叶璇右手五指 突然朝那弯曲 呈爪装 下一刻 他朝前就是一爪排虫 砰的一声 一瞬间 叶璇面前的那根巨子 就瞬间崩碎了 李牧眼瞳一锁 失声道 怎么可能 不不不不 这绝无可能 你不可能达到 万发净之上 这时叶璇冷冷一笑 这笑容 有点不像是人类笑容 周围士兵 看得是毛骨悚然 叶璇突然朝前一步 这一步直接消失在原地 这已经不是速度快 而是瞬移 见到叶璇消失 李牧脸色勃然大变 他朝前一步踏出 然后一拳轰出 这一拳直接将他面前的空间 震得是剧烈一颤 万发净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万物 而万发净之上 一定程度下 则是能够借助万物 这一刻 它便是借助空间的力量 以及空间的特殊性质 来增强自己的力量 这个净净 名为御发净 御发 御发 御天下万发 李牧这一拳 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拳 可以说这一拳可以直接毁掉一座城 然而 就是这么一拳 被叶璇的一爪给抓住了 抓住了 看着自己这一拳 被叶璇的爪给抓住 李牧呆住了 此刻 他拳中的力量同样在爆发 但硬生生被叶璇的爪给挡住 叶璇突然握紧李牧的拳头 传手一转 李牧整只手臂瞬间崩碎 鲜血剑舍 李牧心中大害 就要后退 而此时 叶璇突然气势而上 李牧还未反应过来 叶璇的手便扣住 李牧的喉咙 转瞬间 叶璇已经扣住 李牧喉咙 出现在摆杖之外 刚一停下来 叶璇扣着李牧喉咙 往地面就是猛的一砸 砰的一声 地面崩碎 李牧脑袋直接没入地面之中 叶璇一脚趁李牧脑袋 就踩了下去 砰的一声 李牧脑袋见得更善 而他的身体和双脚 则在地面上剧烈颤抖着 叶璇冷冷看了一眼 地上的李牧 下一刻 他抓着李牧两只脚 然后猛地朝两边 就是一撕 一瞬间 李牧直接被撕裂成两半 见到这一幕 场中所有人 一瞬间毛骨悚然 一名欲法劲的强者 就这么被叶璇弄死了 不远处 叶璇转头看了一眼四周 四周那些士兵纷纷暴退 有些更是吓得腿软 连路都走不动了 叶璇双眼突然抬头看向天际 他眼中有着一丝贪婪之色 自由 许久许久没有得到过自由了 渐渐地 他双眼缓缓闭了起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突然转头看向不远处 那一群黑眼气兵 下一刻 他一转挥出 轰的一声 远处 那一群黑眼气兵 瞬间砸落在地 一瞬间盔甲之中鲜血一出 一百来人 全部 死了 但是盔甲装备什么的 却是已久完好 叶璇突然转头看向不远处 地面上的拓跋叶 他去着一点 一道绿光突然没入拓跋叶体内 转瞬 他身体去脸一颤 下一刻 一道虚幻的影像突然充电而起 这道虚幻影像直入云霄 眨眼间便是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叶璇则直直躺在地上 他眼中已空空如也 叶璇双眼缓缓闭了起来 二楼大神走了 带着他的盗则走了 不过还会回来 因为那道盗则 只能让他出去浪一段时间 他的本源还在第二层关着 本源还在 他就一定会回来的 只是他还是有些担忧啊 因为从二楼大神附身来看 这二楼大神真的不是一个善类 何止不是一个善类 简直就是一个疯狂变态的家伙 因为在某一瞬间 他已经感受到对方对他起了杀意 虽然最后没有动手 但这肯定也是看在神秘女子 以及介遇他的面子上 不然他早就死了几百次了 这家伙出去 肯定会搞出大事情的 叶璇摇头 不再去想那位已经不知去哪儿的二楼大神 他慢慢爬了起来 这时将就连忙走到他面前 扶住了叶璇 叶璇轻声说 你去负责追击楚国的残兵百家 这里交给我 先前那些黑眼骑兵被全灭时 那些楚国骑兵已经开始逃走 暗戒也是顷客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叶璇有些有气无力地说 此次楚国骑兵遭重击 如惊鸟逃窜 对我江国而言 无疑是一个天在难逢几会 若是不趁势追击 剿灭他们处立 带他们重整旗鼓 那时可就麻烦了 我失去这个良机 去吧 我无事的 江九点了点头 小心 说完他转身离去 不一会儿 江九组织起场中 还有战斗力的江国士兵 然后朝着远处追去 叶璇缓缓走到拓跋燕的面前 此时拓跋燕虽然模样看起来 还是很凄惨 但是气息还在 这是他为什么之前将盗则给二楼打神的缘故 出手就托把燕 然后他给他盗则 让他离去 他若是不同意 二楼大神根本不可能离开介于他 因为盗则可以压制他 让他出不了他 而将盗则给二楼大神 他是比较危险的 如果那家伙一去不回 带不回盗则 他肯定会被神秘女子打死的 叶璇不再去想 那已经不知道去哪里的二楼大神 他缓缓蹲在拓跋燕的面前 看着面前的女子 他内心之中颇为的复杂 在之前 如果不是拓跋燕用出那面雷盾 他很可能已经被李牧一击给其杀了 李牧 苍木学院 叶璇右手缓缓地紧握起来 他还是低估了苍木学院的决心呢 他展现出来的实力越强大 苍木学院就会越会想办法弄死他 他与苍木学院之间 一方不死 谁也不会善罢甘休 这时拓跋燕右手微微颤了颤 叶璇连忙将他抱起 渐渐地 拓跋燕缓缓睁开双眼 当看到叶璇的时候 他顿时愣住 你也死了 叶璇点头 是的 我来陪你了 拓跋燕愣了 然后说 你怎么这般傻 你 说到此处 他突然转头看了一眼 下一刻 他看叶璇眉眸生怒 你想死 叶璇轻笑 是你开个玩笑吗 感觉挺好 拓跋燕看了一眼叶璇 为何我没死 因为前辈出了手 说着他微微一顿 又问 先前 为何要那般挡在我面前呢 你可是会死的 拓跋燕诞声说 若是知晓会死 我不会那么做的 闻言 叶璇身体僵硬住了 一瞬间 他心中无味杂沉 有失落 有自嘲 片刻之后 他不自然地笑了笑 哦 拓跋燕看了一眼叶璇 他正头叶璇的手 勉强站起来 然后面无表情地 朝着不远处走去 很快 拓跋燕带着参与 宁国骑兵 绝尘而去 此时莫云起突然一拐一拐 走到叶璇面前 他右手轻轻顶了顶 有些发呆的叶璇 叶璇 叶璇 你真傻还是假傻呀 叶璇面上莫云起 满脸的不解 莫云起摇了摇头 叶璇 人家不远千里来救援 看那是谁的面子呀 是江国的吗 哎 若不是因为你的存在 宁国是定不会来救援江国的 而且 一看你俩就有谋逆 我敢断定 这拓跋国主 就是为你而来的 说着 他笛声一叹 哎 至于你先前那个问题 拜托 你细想一反 对你出手的 可是欲法尽强者 此等强者 你拓跋国主的智慧 会不知那李牧的恐怖吗 他挡在你面前 已经做好了 最坏的打算了 叶璇愣在原地 片刻之后 他突然一脚 踢在莫云起的屁股上 你他妹的不早说 说完 他仍已消失在不远处 不远处地面上 莫云起趴在地上 双手丝丝抱着自己的臀部 还好起来 你妹的 你也没问哪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见独尊》 下集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